春節前大家都會大財買超市賣場 人潮都很多 店員要結帳快速精準 得要非常厲害 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這樣一整車的商品 結帳要花多少時間 從第一樣產品到最後一樣 總共大概要花2分18秒 中途還有部分產品 條碼掃不出來 必須手動輸入 店員快手結帳 三分鐘以內結完一整車 當然這種忙碌時刻 結帳櫃台全開才能消化 結帳人籠 就想說除夕前一天 應該比較少人 所以就來就還是很多人 年年都太多了 我不喜歡這樣多 平常我都會利用 沒有人的時間才來 連鎖營養 沒有來買沒有米了 連鎖營飯 美式賣場 人潮都很多 搶在除夕前來採買 吃年夜飯和家人團聚 所有食材零食 都要買齊好過年 尤其生鮮蔬果 和零食飲料區 都是人潮最多的地方 過年要用的就是火鍋料 火鍋料跟一些零食 家裡要用的 要吃零食 買麵 還有買米 還有買楊墨爐 還有買那個 什麼菇啊 現在就要吃了 等到過年 當然現在沒買也沒關係 因為過年連鎖賣場 幾乎天天都有營業 只是營業時間有些微調整 需要留意 像是家樂福 除夕營業到下午五點 愛買和好事多 則是到晚上六點 好事多初二開始 恢復正常時間 愛買初一到初五 部分門市各有微調 讓員工回家吃團圓飯 但是也幾乎天天都營業 畢竟春節廉價商機 還是不能放過 TVBS的陳佑祥 周圈新北市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